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笔手 太好了 这样任务就算完成了吧 嗯 没想到还挺顺利的嘛 怎么回事 不会又是那个人吧 大家好 欢迎收听幻境广播 这里是一条系统通告 天黑请闭眼 狼王请吃人 此时已至 宝藏守护者在城中府现身 究竟是谁能率先挑战成功 赢得惊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狼王 怪物率先了吗 傻子才挑战 走吧 我们去冒险家协会 玩的都没有 这些失恋者行不行啊 啊 再去抓几个来玩两盘 经过商业节的人 通通都不要放过 考官姐姐好可怕 哎 没酒了 博弈就像谈恋爱 浑浑噩噩才爽快 良辰没景 没有酒怎么行 啊 你们可不许偷懒哟 不然的话 好的老大 知道了老大 要想办法绕开他们 之前的隐蔽符 可以派上用场了 能来如此 景夜的迷途路标 是这个意思啊 哦 路标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路标吧 但景夜是什么 书上说 夜晚的苏兰商业街 有景街滑灯的美称 景夜 大概就是指的这里吧 熙熙攘攘 裸起珠基 灯影交错 彻夜不息 幻境里的商业街 虽然很安静 但这里的灯火 还是很好看呢 这么说的话 景夜的迷途路标 其实是双关语 嗯 一筹含义是商业街的路牌 另一筹含义则是指引方向 我的身份批注 也一样有灯塔下的光 和照明的双筹含义 这样的话 那三具批注 指的就是气的位置和作用 嗯 而这里的谜题 又向解谜之人 阐明了气的使用方式 擅长推理的人 可以根据谜题 找到并利用器 实力强大的人 则可以从其他人手中 抢到器 也就是说 智慧和武力战一样 就能通关了 不愧是冒险家协会 这头 这里果然就是 幻境的出口 你来看门吧 这些人 我去拖住他们 你一个人没问题吗 大 大概吧 至少可以依靠匕首的力量 而且 这里是苏兰港口 我学过一点御水之术 开始检测 匕首数量一 水晶数量一 罗盘数量二 三种器已确认 可通行人数 一人 什么鬼 意思是 每个人都要收集三种器 是否进入 梦险家协会 总之只能进一个人 所以你先去 我先去 你呢 不要 如果你只有一块罗盘 一不小心就会失败的 既然每个人都要收集三种器 我们就一起去找匕首和水晶 阿随 星盘硬体 神语亏命 是这个孩子吗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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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气息似曾相识 但似乎并非愉快的回忆啊 手 换罗盘 怎么换 不光是匕首 我还有办法帮你们弄到水晶 我和另外两位队友 目前已经有了一块罗盘 三把匕首和两块水晶 只要你们帮我通关 剩下的匕首和水晶就都给你们 意思是 让我们帮你抢夺你队友的气 这样也可以 哎 这有什么 不是说一切皆有可能吗 那这样也没问题啊 怎么样 这是最划算的通关方式了 行吧 就这么办 我们去前面的支卫剧等你 还可以这样 又出现了不太好理解的知识 但以为互相照顾 彼此关心 才是理所当然的 可能 他们也不是朋友吧 只是临时组队的同伙 他们来了 你从哪里找来的 为什么 不是说好了 他们有罗盘和水晶 哎呀 谁让你们打不过他们呢 我懂了 你本来是打算骗我们的 因为打不过我们 你就出卖了朋友 哎呀 别这么说嘛 我可没有恶意啊 你看 我真的是个不擅长战斗的人 想通过试炼 就只能多多弄脑子了 对吧 你们两个是守信用的人 不会得了便宜 还来伸张正义吧 就不怕被天打雷劈吗 好个天真的姑娘 你难道是第一次出门吗 这种事情到处都是 什么 哎 没打中 延迟是不是有点高 好 接受冒险家贤惠的制裁吧 碎掉了 那个人身上的气也不见了 白忙一场 看来在这个幻境中 同伴远比我们以为的 还重要得多 试炼终端上也说 请各位和队友相互扶持 共同通过试炼 原来 这才是幻境中 最不可触碰的规则 气的力量 会与同伴共享 就连生命 也有一半属于彼此 就像是 结婚一样正种 什么结婚 我们俩怎么结婚 幻境中的各位 你们好啊 我是端木城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三 现在是丑时 很遗憾地通知你们 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通过幻境 甚至还有人 已经被淘汰出局 各位 多多保重吧 时间不多了 现在我们该 又有敌对的试炼者出现了吗 我再也不想经历那种逃杀战斗了 那个人 红色的衣服 暗红色的火 狐狸耳朵 我要去帮忙 这次 一定要堂堂正正地把水晶赢回来 666号试炼者 不然的话 我也要动手抢了 哦 你认识本公子 听你的意思 你们难道也是被我掠夺过的人 你这狐狸 抢过太多人 已经不记得了 难怪你能刷屏幻境广播 交涉失败了吧 现在应该开始截掠 虽然我不喜欢抢夺无辜者 但这个不一样 抱歉 掠夺如你这般天真温柔又正义的美人 实在非我所愿 虽然这一定是浓雾的原因 但我也不能推卸责任 好在我还有一个补偿的方法 幻境里有一个宝藏守护者 据说只要挑战成功 就可以直接通关 如果我猜得没错 那里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气 如何呢 美人 我叫阿音 请叫我阿音 拜托了 我觉得我没办法应付这个人 听起来还不错 照这么说 你只缺个罗盘了 宝藏守护者 不会是城主府前的那个吧 聪明 那就这么说定了 本公子可以用顺行之术带你们同去 虽然只是一场游戏 炒两个玩伴似乎也不错 宝藏和 Deus 我听说 光芒的程度 目测就像星辰灯塔一样 可以完美地向其他试炼者 超市我们所在的位置 大家好 这里是物业之思门幻境广播 下面播放一条系统公告 补偿 打工 洒花 欢呼 恭喜233号试炼者 666号试炼者 818号 率先击败了物业老王 获得全副器 三位勇士即将前往冒险时期 有望成为本次跑学中 第一批通关的人 其他 啥情况 不过算了 至少这样就不会被当作靶子 说不定是比较有良心的那位主考官 看不下去了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走吧 无论如何 应该先回冒险家协会 放心 我当然会用盛行之术一起回去 让女孩子卷入不必要的战斗 有违本公子的信条 三种器已确认 可通行人数 三人 别乱动 都小心一点 毕竟是能打败物业狼王的强者 说不定还有别的手段什么的 恭喜 请进入 你们受伤了 你看 是他们不知死活 闯进此地打扰 并非我纠缠不休 寻仇誓愿 快走 此事与你们无关 自保尚且勉强 却还要顾及旁人 真是情深意重 你 究竟是 何必急于一时 那些怨愤与憎恨 你迟早会慢慢回想起来 现在回答我 气在何处 气 快走 现在不是好奇的时候 此人 此人是来抢三种气的 做没有错吧 那敦睦前辈 我们来帮你 不自量力 敦睦前辈 一个藏头鹿尾的幻象 也敢在本公子面前行凶 这下麻烦了 我的火火竟然完全伤不到他 不过是幻象投影 灵力竟如此之强 既认清现状 便速速退去 本作不过是来取回 被人类窃取之物 对你们的亲密 暂无兴趣 有本事就杀杀看 你们带上他们 立刻离开 这是书中记载的清零物吗 可就算这样 如果我们走了 那你呢 这家伙当着本公子的面 如此嚣张 岂不是不给我面子 生命可贵 却偏要自寻死路 这是紫色的火焰 喂 你 你有没有事 明火 这是指在九尾点击上有记载 却无人亲见的明火 你们快走 即便是清零木之灵 他以这种火焰也束手无策 那样的话 更不能 才没有束手无策呢 就算是明火 那也是火吧 潮溪有营 沧海风游 海神之怒 骑 沧海风游 真是场愉快的游戏 单可心 就要到此为止了 沧海风游 沧海风游